玛利亚让整件事看起来如此容易 天使家白列告诉她 她将要生下上帝的儿子 她的回应是立即降服 接受自己在上帝计划中的职份 玛利亚当时在想什么 她并不确定会有安苏的结局 她是已经许配给要成婚的一名童真女 很可能非常清楚要生下耶稣 和抚养耶稣是相当困难的 上帝的话是玛利亚所领受的唯一确据 这主也让她说出我愿意这样的信心 在彼得前书里 使徒彼得说 透过我们所面临的试探 可以显出我们的信心 上帝时常在艰困难受和看似不可能的情境中 要求我们信靠她 然而有多少次我们做出像玛利亚那样的回应呢 我们很容易让自己对上帝的指引 遮盖了她在我们身上的信意 和要透过我们完成的旨意 我们或许想得着炼镜 但我们是否愿意对上帝说 我愿意然后从火中经过呢 玛利亚很可能对于回应上帝的另一端 毫不知情 然而她信任上帝 结果上帝通过玛利亚将耶稣带到这个世上 让我们的罪得以赦免 并修复了我们与上帝之间破裂的关系 今年的圣诞佳节 来默想玛利亚如何回应上帝使耶稣降生的计划 上帝将什么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放在你的心里 不论是修复一个破碎的关系 或跨出信心的步伐 走在他托付给的旨意里 你都要兼顾你的心 也要知道你对上帝回应我愿意的另一端 将带来出乎你想象的伟大成果 让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啊 我信靠你的旨意是完全的 我请求你将你的心意放在我的心上 让我的梦想跟你的旨意相合 谢谢你让我在玛利亚身上看到的榜样 请你赐我足够的智慧 勇气和信心 来向你为我生命所预备的计划说 我愿意 阿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